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习近平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全力抓好改革任务的组织实施 李强 王沪宁 蔡奇出席 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李希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公务员部大臣 我国将实施教育家精神助魂强尸行动 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 2024版蓝皮书发布 截至2023年底 我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较十年前增长了十倍 中国能源的绿色含量不断提升 国产大型客机迈入多用户多机队运营阶段 乙军称在约旦河西岸开展军事行动 八五庄组织称在捷宁等地与乙军交火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8月29号上午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是在新时代以来 全面深化改革基础上推进的 具备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要运用好已有的改革成果和重要经验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全力抓好改革任务的组织实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李强 王沪宁 蔡奇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贯彻实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重要改革举措分工方案 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 提升战略的意见等文件 会议强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做出全面部署 确定了三百多项重大改革举措 要坚持党中央对改革的 集中统一领导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要把准改革的战略重点和优先方向 合理安排改革举措的先后顺序 节奏时机 要把改革同经济社会发展 更加紧密结合起来 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 加快落地 要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增强改革政策取向一致性 主动评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形成改革和发展的合力 会议指出 要优化改革推进落实机制 加强重大问题统筹协调 各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 要敢于担当 真抓实干 加强重大改革的调研论证 制定改革组织实施方案 要加强改革督察 评估问校 巡视巡查等工作 以实际时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 检验改革 会议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部署设立的 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推出了一大批标志性 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 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 综合试验平台作用 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 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 目的是在更广领域 更深层次开展探索 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 制度型开放水平 系统性改革成效 开放型经济质量全面提升 要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鼓励先行先市 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 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 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 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动以贸易投资资金流动 交通运输 人员往来自由便利 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为重点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稳步扩大规则 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 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8月2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沙利文 习近平指出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各国需要团结协作 而不是分裂对抗 人民希望开放进步 而不是封闭倒退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应该对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 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 和共同发展的推进器 习近平强调 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 第一位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首先要回答好 中美到底是对手 还是伙伴 这个管总的问题 中国的对外政策公开透明 战略意图光明磊落 保持着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 我们聚焦做好自己的事情 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完善和发展 符合中国国情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也愿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中方对美政策 保持着高度连贯性 尽管中美两国各自情况 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 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 按照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 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 更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努力 没有变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积极理性的态度 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 视彼此的发展为机遇而不是挑战 同中方一道 找到中美两个不同文明 不同制度 不同道路国家 在地球上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的正确相处之道 推动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在此基础上 争取好起来 向前走 沙利文转达拜登总统 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 感谢习近平主席波容会见 表示 美中元首旧金山会晤以来 爽防认真落实 两国元首共识 取得积极进展 我此次来华 同王毅主任的战略沟通 深入坦诚 富有实质性和建设性 我愿重申 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体系 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美方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无意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 美方希望同中方 继续保持战略性沟通 找到美中两国和平共存 美中关系持续发展的办法 拜登总统期待不久 能有机会再次同习近平主席沟通 习近平请沙利文 转答对拜登总统的问候 表示 愿同拜登总统继续保持沟通 为中美关系掌舵领航 王毅参加会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李希 29号在北京会见 柬埔寨副首相兼公务员部大臣 红马尼 李希表示 中简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 好伙伴 双边关系长期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检方一道 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领导人 达成的重要共识 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 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 携手构建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 中简命运共同体 李希还介绍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以及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红马尼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 简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愿同中方更续传统友好 加强公务员事务等领域合作 增进青年 相知相亲 推动简中关系更好发展 2014年4月15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 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十年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 同当代中国国家安全实践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相结合 在新时代国家安全实践中 不断深化理论创新 国家安全教育大学生读本 是第一部全面系统阐释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统编教材 是高等学校 开设国家安全教育公共基础课的权威用书 全书由导论和实章构成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相关情况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共中央国务院此次出台的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文件 是新时代新征程强教强师的刚领性文件 当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91.8万人 支撑起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我国专任教师学历持续提升 小学和初中任教教师中 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比 分别达到78.03% 93.09% 下一步 教育部将实施教育家精神助魂强师行动 并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 教育教学各环节 推动高水平大学开展教师教育 持续提高师范教育办学水平 不断加大优秀教师培养力度 通过深化国培计划改革 推进特岗计划改革 优化中西部地区和乡村教师资源配置 2024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 28号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约会嘉宾认为 媒体是展示发展成果的窗口 也是促进务实合作的纽带 应共同讲好各方合作共赢的故事 担起促进务实发展的责任 深入报道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 对世界做出的积极贡献 共同应对信息技术对媒体的挑战 推动信息互联互通 强化媒体数字赋能 共同深化媒体合作和文明交流 互建 展现各国历史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价值 促进民众相知相亲 本次论坛由人民日报社 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主题为深化媒体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论坛发布了一带一路媒体合作成都倡议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 2024版蓝皮书正式发布 报告显示 目前52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 已与我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谅解备忘录 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在基础设施应联通方面 中国企业已在非洲各国 累计参与新建和改造铁路超过1万公里 公路近10万公里 桥梁近千座 港口近百个 输便电线路6.6万公里 骨干通讯网络15万公里 在经贸规则软联通方面 中国对原产于27个非洲 最不发达国家的98%税务产品 实施零关税 与34个非洲国家 签署了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在简评惠民方面 中国已向非洲53个国家 提供援助资金 实施粮食 供水 附幼 教育等一批民生项目 受益人数超过1000万人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 白皮书全面介绍展示了 中国在推动形成能源绿色消费新模式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持续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等方面 取得的积极成效 白皮书显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绿色低碳 坚持立足国情 先立后破 有序转型 坚持创新引领 合作开放 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 适应时代要求的能源转型之路 清洁能源发展实现新跨越 截至2023年底 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较十年前增长了十倍 清洁能源发电装机 占总装机的58.2% 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 占全社会用电增量一半以上 全社会每消费三度电中 就有一度电是绿电 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取得新成效 十年来 中国累计淘汰煤电落后产能 超过一亿千瓦 电力行业污染物排放量 减少超过90% 与2012年相比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累计下降超过26% 与此同时 我国绿色能源技术实现新突破 能源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 截至今年7月底 全国充电设施总量超过一千万台 全国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省份 将充电设施布局到了所有乡镇 十年来 中国可再生能源年度新增张机 在全球的占比均在40%以上 全球非化生能源消费占比 从13.6%提高到18.5% 其中中国的贡献率为45.2% 中国是全球能源崭新的推动者 贡献者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今天公布今年前七个月 物流运行数据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我国物流需求稳定恢复 结构优化持续推进 物流运行的质量在不断提高 一至七月份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97.7万亿元 同比增长5.5% 从需求结构来看 占社会物流总额近七成的 工业品物流稳定性明显增强 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有33个行业的物流总额 实现同比正增长 在相关政策的带动下 进口 居民消费 再生资源等领域 物流需求快速增长 一至七月份 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3个百分点 产业转型升级 支撑装备制造等相关中间品进口 维持高位增长 集成电路进口物流量 同比增长超过10% 随着循环经济加快发展 相关领域物流总额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一至七月份 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1.4%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3个百分点 总体上来看 前七个月的物流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 在平稳运行的基础上 结构在不断地优化 绿色的转型在进步地加快 物流运行的质量在不断地提高 今天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首架C919飞机 依次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 分别飞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标志着国产大型客机 即将开启多用户运营新阶段 上午8点17分 南航首架C919飞机 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 随后 国航C919首架机起飞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飞行 两架飞机分别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飞机降落后 民航最高礼仪水门 为C919飞机接风洗尘 心情非常的激动 有一种自豪感 919飞机就是我们祖国的自豪 首批C919飞机会安排在 广州总部基地来运营 飞行的航点基本上可以覆盖 到北京 上海 成都 西安等市场 计划在9月19号正式直飞 广州上海虹桥航线 国航C919首架机采用158座两舱布局 其中公务舱8座 经济舱150座 南航C919首架机采用164座三舱布局 公务舱8座 明珠经济舱18座和经济舱138座 两架飞机均装配了定制化的客舱座椅等设施设备 全舱配置个人充电接口 为乘客提供便捷舒适的乘机体验 今天应该是我们规模化 系列化 大发展的一个起点 以前我们只交了一家航空公司 今天交了国航团 从构型上 从使用的用户 我们都会有一个新的发展 作为我国首款 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 自行研制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 截至目前 共有9架C919飞机交付客户 首家用户东航C919飞机 自商业运营以来 已连续平稳运行15个月 直飞5条定期航线 累计执行商业航班超3600班次 飞行1万小时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 国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联心桥 党员服务队时代楷模称号 党的18大以来 高新联心桥党员服务队 始终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 当好电力先行官 让党的旗帜 在基层阵地高高飘扬 他们创新推出多种辩民举措 竭力为人民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 架起党联系群众的联心桥 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 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 将讲述他们的先进时机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近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通知 聚焦虚假招聘 泄露求职者个人信息 就业歧视 违规收费等突出问题 提出 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准入管理 严格招聘信息管理 强化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 规范管理线上职业中介活动 严肃查处违规收费 切实保障 劳动者和用人待会合法权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今天发布了第54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报告显示 截至2024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10.9967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78.0% 上半年 我国互联网行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数字应用释放创新活力 更多人群介入互联网 共享数字时代的便捷和红利 暑假期间 在全国互联部署下 各级互联招募爱心妈妈 经国志愿者 开展结队陪伴 安全教育 研学等多种活动 活动启动以来 累计动员志愿者200多万人 依托关爱服务阵地 开展活动近50万场 会及家庭和儿童1300多万人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 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公报显示 群众健康水平得到持续提升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 卫生资源总量持续稳步增长 2023年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 95.5亿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 我国已建成 由3300亿座基准站构成的 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 可提供全国用户统一注册 无缝漫游与协同高精度定位服务 进一步为资源调查 无人驾驶 精准农业等领域提供 高精度快速实时的导航定位服务支撑 第十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昨晚开幕 电影节以新时代 新摇篮 新力量为主题 共征集124部影片 角逐金鹿奖 15部影片成功入围 将争夺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男女演员等十项大奖 期间还将举办电影展映 电影交流等六个单元活动 并举办第七届中国电影 新力量论坛 首届中国电影制片人峰会 等系列交流活动 以色列国防军28号称 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 约旦河西岸 捷宁 图勒凯尔姆等地 开展军事行动 打死多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当天称 与在加沙地带一样 以色列也需要在约旦河西岸 采取包括要求巴勒斯坦人 撤离在内的任何必要措施 巴勒斯坦武装派别方面称 正在捷宁 图勒凯尔姆等地 与以军交火 打击以军目标 巴勒斯坦媒体今天发布消息称 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 造成至少17人死亡 30多人受伤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28号中断了对沙特的访问 返回约旦河西岸 巴勒斯坦总理穆斯塔法 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干预措施 制止以色列的行为 阿拉伯国家联盟 以及埃及 约旦等国 28号谴责乙军在约旦河西岸军事行动 导致平民伤亡 要求以色列遵守国际法 立即停止相关行动 世界粮食计划署28号表示 该机构一辆人道主义援助车辆 27号在加沙地带遭到乙军袭击 世界粮食计划署已暂停其 在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工作 以色列国防军28号称 以军当天对叙利亚与黎巴嫩边境地区 展开空袭行动 打死了一名黎珍珠党武装重要成员 黎珍珠党武装称 当天使用火箭弹与无人机 向黎以临时边界 以方以侧的乙军目标发动了袭击 俄罗斯国防部28号称 俄军当天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 卡梅舍夫卡定居点 在哈尔科夫 阿夫杰伊夫卡等方向 打击乌军目标 俄军当天还在苏梅州 炸毁乌方一座存有海马斯 多管火箭炮的机库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称 乌军正在全力阻止俄军向纵身推进 乌总统泽连斯基称 目前俄军主力集中在 波克罗夫斯克等地 前线局势非常困难 俄罗斯国防部28号称 俄军在俄库尔斯克州 打击了乌军人员和装备集结地 俄国民禁卫军28号称 在库尔斯克核电站附近 发现并安全处置一枚未爆炸的火箭弹 库尔斯克州政府当天表示 将限制人员进入库尔斯克核电站 所在的库尔恰托夫市 此外 俄比尔哥罗德州方面 28号宣布 撤离四座边境村庄的居民 乌军方面今天称 乌军日前打击了俄罗斯托夫州 和基洛夫州的两座游库 以及沃罗尼日州的俄炮兵部队 俄罗斯外交部28号表示 俄方永久禁止 包括美执法机构 情报部门 军工综合体和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在内的92名美国公民入境 而外交部表示 这是对美国政府长期推行反俄政策的回应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红德拉斯总统卡斯特罗28号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干涉红德拉斯内政 他已命令红德拉斯外长雷纳着手退出与美国的引渡条约 雷纳随后表示 红德拉斯向美国大使馆告知了 红德拉斯政府关于终止引渡条约的决定 近日 红德拉斯国防部长与委内瑞拉房长会面后 美国驻红德拉斯大使多谷称 红方是在与毒贩会面 雷纳谴责美方这一言论 是对红德拉斯独立和主权的威胁 今年第十号台风山山今天早上 在日本洛尔岛县萨摩川内市附近登陆 多地遭遇大风 强降雨等天气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表示 台风已经导致三人死亡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 包括洛尔岛县在内的多地有80多人受伤 九州地区超25万户断电 新干线多条线路停运 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 在29号取消数百架次航班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28号宣布 暂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猎鹰9火箭的飞行任务 当天早上 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 将星链卫星送入轨道 但是火箭一级未能成功降落在回收船上 美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就此展开调查 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今年第二次遭停飞 今年7月 由于猎鹰9火箭发射时出现故障 未能将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曾叫停该公司的火箭发射活动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